全世界有兩本翻譯成 最多外文的奇書 一本是基督教的聖經 另一本就是中國老子的道德經 這本博大精深的經典 後來就演化成 中國一個土生土長的宗教 道教 深深地影響著古今的中國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也不例外 據典籍記載 大約在南宋時期 香港已有一些道教公冠的出現 嚴正來說 有紀錄來說 香港 如果我們講地理圖去看 就應該納入廣東省 如果在廣東省裏面 有古宮歷史記載 道教的供奉 比方來計像廣州的三員工 他已經在進代 已經有著名道士 爆靈來去見功 因此 相信在800年前 香港已有道教傳入 並且有大量信眾 香港政府法定一個叫道教的聯合組織團體 在去名下註冊的團體公冠 是80多間左右 就是這樣 還有很多我們看到 因為道教是很深入民間 有些人 有些人 在個人來計算 一個小小的地方 給一些善信來拜祭的 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像上一街 一樓一角 都有很多個 我們看到招牌的寫字 什麼什麼公冠 什麼道壇 就是這樣 如果你結算那些 數目就不止那麼多 如果是以宗教思想 作為一個信徒來計算 我們看到香港社會 大多數人 就算在家庭裏面 都拜奉自己的祖先 如果以這個理念去看 香港現在七百多萬人口 我相信都超過一百萬以上 其實今天我們來到處 都可以見到道教的蹤影 好像民間的上士占卜 以及道皇大仙拜神求福 甚至黑白兩道 和生意人拜關帝等 都和道教有關 而充滿神秘色彩的茅山術 及六任神功等法門 亦都是和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主要是先講 原來宇宙當中有五祖 分去如式道夜會 而道派就是發源地在中國 所以六任先師的法門 道家主要來自在中國 而六任先師本身來講的名字 就是李淳豐先生 李淳豐先生就是唐朝的國師 掌管陰天鑑 而他本身修行道派 以及本身有風水、命理、陰陽學存在 道教文化 除了在香港的宗教和民間的習俗殖根之外 對於香港武術界也影響非常之大 好像李小龍的武學 也吸收了道教中的太極理論 以道德經入面 以水的形態來應用武功的哲理 天下莫油弱於水 以攻堅強者莫之能成 意思是說以油濟剛 水呢 你說怎樣的水呢 放在碗裡是圓的 放在桶裡是這樣的 放在池塘是這樣的 它沒有一個特定的形象 這個是油的表現 勝之一 第二呢 水是往下走的 水流 它甘於平淡 甘於低下 但是正因為它向下走就會墜 這個油 再一個來講 水呢 它是很有持久力的 我們水流 所以說水落石出 水滴石穿 它這麼油的東西 但是它因為有持久力 它可以把很多硬的東西摧毀 第二呢 它不會被傷害的 它是油的 你這塊石 你要戒成坊 你就砍了很多 咳了很多東西 打磨 水你不用打磨的 所以它就保護到自己 所以乾和油呢 是一個很 就是中國的道家很哲理性的東西 你說乾的力量大 還是油的力量大呢 所以說油能性乾 李小龍液用道教的陰陽兩義 作為截拳道的標誌 內含陰陽共存之意 而這些 都是和脫胎至道教思想的 道教吻合 其實道教的思想文化 從各個層面 深入到香港人的生活圈子 不過最多港人熟悉的 除了是道觀參拜之外 不相信都是一些神功法門 二十年前 香港曾經興起過神功業 那段時間 很多學法弟子 都出來執業 出來教人 那段時間 無形中 很多人都會學 覺得周圍身邊的朋友 都會學神功 其中就以神功護體刀槍不入 請神上身 捉鬼自邪 最容易令人想起道教 其實每一個學法弟子 第一晚都要經過士刀藥階段 士刀藥階段就告訴你 當你修行 修到一個至高境界的時候 老爺保你的時候 你可以去到刀槍不入的境界 但是如果你作間犯科 未必可以保你 很多人都會對道教的教育 不如有混淆的感覺 覺得他滿天神分 甚麼都有 在傳說中 有些不同時代 不同時代的神 這叫先天神 在傳說裏面 而道教的思想 勸人 就是修身 養性 然後達到成仙成道的效果 這些我們是 後世人通過這些修煉 而成仙的 我們叫做後天的神 又說 有些是對社會事業 國家是有公分的 死後他有一定的職德 又是成仙成道 甚至乎 國家皇帝追封他 這些也是 所以在信仰方面 我們真是多神派 無論拜神莊香 或乎趕鬼都是道教之一 其實道教包括了甚麼成分呢 或者我們可以 從他們的形成經過看看 在春秋戰國時期 散東一大民間的神仙思想 非常流行 而坊間也出現一些 專為人 用符咒醫病問卜的巫師術士 而這些可以說是 形成道教的背景條件 當然最早的時候 三國的時候 太平道是道教最原始的 這個太平道 那它就是說 那是說明東漢是 這個社會非常黑暗 這個民眾生活不下去 黃金奇異 那也是屬於道教的原始 直至二千年前的漢朝 一個叫張道靈的人 他將老莊思想 神仙思想 道術上的方術、武術等 扯閘而成一個宗派 由於當時入這個教派 必須要給五斗米作為入會費 於是這個教派 當時又叫做五斗米道 而這個就是影響 中國人千八年的道教前身 而為了進一步了解這個文化的形成 下一節 我們將會去到道教歷史上的總壇龍虎山 再探討這個文化的原來面目 為於中國江西省英壇鎮變 唐代仙人吳郡 為了這個道教法營地 特地寫了一首這樣的詩 這四句詩 將靈氣逼人的龍虎山和道士 在修煉成道的情況 形容得臨離盡致 而據道教書籍所在 道教創始人張道齡 就在龍虎山這裏得道升天 據記載 東海末年張道齡武功開誓 法力高強 擅長驅軌捉搖 他發現江西龍虎山鮮活然 所以隱居在這裏 潛心收發誤道 當天是他在龍虎山 在這裏有四花的地方 在那裏練丹成仙 他練了九天聖丹 練成金丹之後 他一吃了以後便變成了聖仙 所以那個金丹一吃 煩惱煩痛便變成了聖仙 所以這裏是道教的 法源地的原因 就是他在這裏練丹成仙 結果用了三年時間 練成九天神丹 而見到一龍一虎 飄然雲間 於是乎 他就將這個山 改名叫龍虎山 並創建道教 化身而成張天師 在創始的時候 當時這個宗教 跟村眾的生活都分不開 當時創造的時候 那就是說 群眾在那時候 科學技術不發展 這個人民缺一少有了 這人民生活方面 很多就困難了 所以張天師呢 他就是開師的時候 是給人們治病 給人們治病 沒有說碰到什麼災難 都是說有什麼鬼啊 血氣了 張天師給人家治病 以這個為他的這種方式 穿腳的方式 在解決什麼生活上 群眾生活上有什麼困難 張天師給人家解決 結果受到群眾的擁護 受到群眾的擁護 他就很自然地在這種情況 成為一種大牌 其實 道教的道字 有什麼意思呢 原來道 這個字是來自老子道德經 意思是 宇宙的開始 萬物 也是由此而來的意思 但道很重要啊 因為一生二生三 三生萬物 道呢 是世界上的 也可以說現在的終極真理 它可以生萬物的一件事 道教經歷千年下來 當中遇上多次的重大變更 道教它是誕生在龍虎山 形成在清城山 它形成在四川 都在擴大 發揚廣大來又在龍虎山 在唐宋時期 由於不少帝王帳上都相信道教 例如唐延宗和宋徽宗 令道教大行其道 而在南宋末年 全真道士邱柱基 更深得成吉思汗的賞識 被封做國師 以後來 他的徒弟更將這件事寫成 長春真人身游的一書 不過道教到了明清兩朝 由於民間興起各種秘密團體 以及遇上西方文化的傳入 教務發展開始衰落 直到解放前 古怪全中國約一萬間道館 五萬名道士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後 道教在中國本土 受到極大的衝擊 要到了八十年代開放後 才慢慢復興 我們的祖國 經濟在政治之下開放了 也都在近十幾年裏 宗教的政策 都有一個管理和開放的概念 我們眼見到 我們在道團裏面 和國內的聯絡 很多的骨功 已經恢復了 被鄉火去拜祭 在一定程度之下的道堂管理 是來執行的 我們眼見到很多山門 都很多人民去朝拜 也都見得到 近代的中國的散市 尤其是廟會 是我們道教一個宗教的寺日 很多時候新春 或者是一個大的寺日裡 都有廟會 十萬十萬的人 來到去 勇去拜神 我們看得都是這樣的情形 至於張天師的傳承 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自從第一代張道靈起 天師的位 就是張氏家族所世襲 父傳子 子傳孫 到現在總共是幾代 到現在呢 就是我們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這個傳到六十三代 因為他這個天師這個代說 他就是皇帝 封將皇帝封的 那麼張天師他也是實習的 他的祖祖是天師 他的自己的孫子 他的孫子都一世是待在往下傳 那從第一代天師 傳到這個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就是傳到六十三代 直至今日 已經是傳到第六十五代 張金圖 當代張天師張金圖 秉承祖先的位置 主持龍虎山道教 繼續將教派發揚光大 而這裏就是龍虎山天師府 已經有一千多年歷史 歷代的天師傳人 都住在裏面修煉道術 道教經歷千年的發展 無可避免發展成一個多支派的宗教 而當中主要分為 全真派和正一派 兩派的分別 是全真派道士 一定要速發著道裝 兼且讀身 不娶不嫁 全真派 主要分布在我們國家的 長江一碑 河南、河北、東三省 這裏地區 主要是全真派活動的地區 全真派 它做在北方 它是怎麼呢 好像是一種出家道士 當然全真派道士了 那就出家 要住到公關的一遍 好的意思 它要跟這個社會脫離的 在要規方面規定不能結婚 不能吃新婚 要住廟 這就是清修 它以清修為主 好在清修的時候 咱們道歉說呢 就是短煉內丹 自己清修 以這個為主 這就說是全真道士 咱們在遺作方面呢 當然也有什麼區別 一樣全真道士 它是戴個圆帽子 戴個婚圆巾 中間續發 要留虚 要穿道袍 這就好像群眾有什麼 不一樣 跟群眾生活不一樣 而正一派 就不需要有這樣的條件 這個正一派主要是在江南 大江一南九省一四 像安徽、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蘇 上海 這大大的地區 都是我們正一派的活動地區 正一派也叫序家道士 序家道士 它是生長在面間 它始終不脫離面間 跟群眾的生活基本上保持是一致的 然後我們這個 在衣座方面 那就是像我這個衣座方面 我們戴這個帽子 這叫什麼呢 春陽金 綠洞冰 八仙之一的綠洞冰帶的帽子 就是我們這個帽子 我們穿的衣服呢 這就是我們變裝 在有時候我們還穿道袍 那就得講究了 如果我們要做法式活動的時候 就要穿盲袍 那就是做法式的活動 這在衣座方面 平常呢我們呢 除了節日 初一啦 十五啦 還有什麼 聖閒的節日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要吃災 我們也要吃災 就是不吃新婚 這就是所以 標示後接近神令 這個 可以這個 吃災 在平常的時候呢 我們跟群眾生活一樣 吃灸啦 吃肉啦 什麼樣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活動 另外更大一個態度就是 我們正一排到次的 在清修方面 我們主張什麼東西呢 男女賀修 所以這個乘仙呢 不死光膽的一方可以的 我們將就這個陰陽學說 男女賀修 共同的修量 另外 我們經常聽到清城派 華山派等等 其實都是全真 和正一兩大支派的分支 今天雖然已經是二十一世紀 但龍虎山依然保留著 不少古時道教的特色 好像山裡有不少道士 眾生不斷追求道教至高的境界 可以隱居在山上幾十年 而這位八十多歲的老道長 就是其中一個 那道教的核心內容呢 就是長生之道 其實長生之道是怎麼樣呢 這個長生之道就是 我們道教最終追求的 一個理想的目標 達到長生不老 但是達到長生不老 要達到這個目的 首先要養生 對你的身體這麼保養 保養身體 不能達到長生不老 也起碼嚴嚴一授 達到長生這個目的 要達到長生目的 當然要經過修煉 另外在身體方面 衣食主行 都要注意你的身體 這才能保持你的身體 達到長生不老 道教的長生逍遙思想 深深吸引著不少 一心求學求道的人 有句話叫做 養命在我不在天 八十多歲的老道士 就是經過多年的修煉 達到煩惱頑童境界的高人 他的視覺和聽覺 以至身體其他機能 都像五十多歲的壯年人 令人不得不驚嘆 道術的玄妙 那家養生之道要修煉 要將就做工 要練武功 這都是對身體有好處的 所以養生之道 包括很多方面 那要打坐嗎 打坐是一種修煉的一種 這叫做靜功 打坐叫靜功 人家叫做 我們練武術 這叫做動功 要動靜結合 也不一定說 專門哪一種就好 所以有人說 生命在於運動 不見得 有人說生命在於靜子 那怎麼哪個對呢 動靜要結合 不能偏激 不能動向一方 所以養生之道 那道理很多了 好多知 朝天師 在龍虎山創造至今 教運飽力多番喜朗 究竟今天的龙虎山 还有什么道教的真税流传下来呢 下一集我们继续在龙虎山 发掘天师府的道教秘传